看我的歌曲 听我的歌好 看我的节目 你敢相信吗 当周深的粉丝门槛这么高吗 想问一下有哪个粉丝 没有为他的大合唱苹果命 第一次见粉丝合唱还在转音 看来周深没少被你们偷诗 没想到周深只需要一个手势 就是万人大合唱 粉丝个个都是卖霸水平 氛围太好了 小粉丝用生命接唱灯火里的中国 我才发现周深说的是真的 我突然觉得我生命对我有多好 因为我的一些歌比较高 然后我就会喜欢让他们接 所以每次可能像 我就灯火里的 他们就在买 中华 青春阿诺 灯火里的中华 青春阿诺 灯火里的中国 胸怀亮光 灯火灿烂的中国梦 灯火能够 灯火大亮这心中的歌 灯火里的中国 灯火里的中国 青春阿诺 灯火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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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许是我见过最牛的大喝唱现场了 灯火里的中国 这家演唱会 粉丝军训大了崩吧 这次进京赶考的米子们 都成绩及格 你们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呢 这次进京赶考的米子们 等一下 我们试一下 来吧 与时 看下 然后 咬了 看下 感恩的周深 以这首《我只在乎你》 经典歌曲致敬邓丽君老师 外人大合唱太感动了 不知不觉以泪流满面 人时光走错地去我 只在乎你 老师姐 心甘情愿 看着你的心 心 人生几何 人生几何 让我等待至日记 失去胜利的力量也不可惜 所以 所以 我 找着你 愿 让我离开你 除了你 我都能到 彼此死心 你 周深一首送别 圆K递卖给粉丝 估计粉丝心里都在吐槽 唱是唱不过你 你又不降调 有老是你 光天外 不都烦 发现了 无人真正的 旁边 有没有 发现了 其他百分之后 缓攻起影音 有没有 不知之后 难下 因此 有粉丝曾问我 周深和其他明星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当时回复了很多 这次看了腾讯年会的直播又有了新的答案 周深演唱了三首歌 光亮唱完周深说 非常感谢有这样一个机会答谢所有腾讯的小伙伴 给我们这些幸福的人许多便捷的方式联系亲友 去分享我们的生活 去享受我们的音乐 去看更多好看的剧去放松自己的心情 感觉世界因为你们而拥有无限可能 显然周深是用心做了准备的 他的感谢涵盖了腾讯大部分的业务 社交和通讯 音乐平台 游戏平台 视频平台等等 前面还说 就像上网冲浪冲了很多遍 就是赶紧在24小时内加这个QQ号 这时的QQ号突然来到这里呀 加到真的了 不知道周深是否真的加上了彭尼玛的QQ 在唱完璀璨冒险人后 周深再次强调说 终于有机会来感谢大家了 又一次大声的说谢谢大家 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看作是所谓的明星 而是一直笃定自己是一个普通的歌手 始终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真诚的感谢着每一个人 所以即便是一个公司的年会 他也会做十足的准备 不仅是准备舞台 也对所面对的群体做准备 并真诚的感谢 所以他和其他明星最大的区别 就是周深有着赤子之心 对音乐赤诚 对舞台炙热 对每个人真挚 我觉得每一次开演唱会 都会像回家一样 因为里面都是喜欢你的人 都是会很想拥抱你的人 无论你在哪个阶段 都希望你相信自己 保持好自己的节奏向前奔去 你一定可以的期待你的精彩亮相 谢谢 去年是用再字总结的 那我觉得今年是还 因为我觉得还的话 在某个意义上来说 应该算是留下来的一个意思 所以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在舞台上 留在舞台上 然后或者是可以留在你的耳机里 或者是可以留在你的任何 需要你陪伴的时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